今年首次汽車特別車牌鏡頭今日開標 當中不少車牌都以超過10萬元成交 而最貴的車牌是MO2828 重標價接近38萬 陳永輝報導 不少車主都希望擁有一個理想的車牌號碼 如MO2828這個車牌 今次投標底價8萬 屬於第二組B組 不過最後以3788888元成交 足足比底價高了四倍有多 投得這個車牌的車主 找了他朋友代替他出席開標程序 他們很滿意今次投到這個車牌的價錢 如果他監控事務局肯改做舉手挨價 我怕價錢更高 而底價10萬元的A組車牌 今次有兩個 分別是MO4.2和MO4.3 兩個車牌分別以接近24萬和22萬成交 而好意投的MO3388和MO3366 同樣以238888 和16萬成為中標者的狼中物 今次鏡頭交通事務局 推出了139個特別車牌 有595份標書參與鏡頭 總成交壓超過450萬 交通局說今次鏡頭很勇約 現在出車的號碼是四字頭 一般來說 在華人社會方面 就說出車的機率是慢一點 所以吸引到大羽批市民 在這些特別好牌那裏 作為各鏡頭的視光 今次鏡頭和過往一樣 採用任標形式 他說交通事務局 會因應市民的需求 考慮會不會改為名標 即是舉手叫喳的方式 澳門電視台記者 一場泳輝報